县长徐政委12号在县远邱光明新队县长何立台 还有国军华联总议院院长戴明正培同之下 视察了新城圣安春活动中心新增社的快筛站动线还有筛检状况 也呼吁相信要落实端午抗疫守折 不探亲不防有不串门只不共食不聚餐 也要保持高度警觉 有鉴于日前华联县新增7例确诊个案 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 欢迎新政府在11号实际上县市视讯会议当中决议 12号在新城乡松岸村活动中心正式快筛站 有国家华联总议院筛检团队对确诊个案疫调足迹 省田园的新城乡新城村以及松岸村的乡心进行筛检 现场维持社交距离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既然有序 桃园观音乡有一个工程在那边坐 然后这个回到花莲 那因为他有一个工班在6月8号 在6月8号他晚上直接到慈激去就诊 去就诊期间他都都没有跟这个没有去做这个筛检 他只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到6月8号晚上非常不舒服 他到医院就诊结果确定确诊 而我们就开始找我们的这个工班的这个劳工的工头 我们也透过整个工会在找 后来找到我们工头 所以这位工头在昨天早上确诊 昨天早上那我们昨天下午就开始启动整个清销 应该是前天就做清销了 然后昨天跟我们两位村长联系 如果有跟这位工头来接触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来做筛检 现在上海和立台也向上亲呼吁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我相信刚刚的管长有给大家报告 我们来非常地感谢我们的管长 在世信会议的时候 管长呢 管长呢 就来做这个决定 让我们孙兰心胜 在我们这个职位所做快篩 不用去法联系做这个快篩 所以来拍一张博 来感谢我们的管长好不好 谢谢 我相信大家这两天可能听到消息 大家都非常非常坚定 但是行政要告诉大家 大家不用拒绕 我拜托大家 今天回去之后 大家要做自主健康管理 回去之后 出品好不要跑跑走 但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也不要跑跑走 因为这个有潜伏期 有这个潜伏期 大家放心 我们工作 以及我们管长呢 都非常关心我们法联人的健康 大家一定要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 也要出去外面 回来时就要勤洗手 酒精就消毒一下 去到人口所在 要做十联制 要做这个定期 我相信大家尊重到 我们这个疫情的这个规定 中央规定 这个规定 大家一定都可以健康 现在学生的提醒 相信若有家人朋友 外线是返回花莲 请务必主动 向花莲市卫生所预约快筛 千万不要缴线的心态 更不能够轻忽可能性 唯有小心 再小心才能够杜绝病毒 记得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